今天是星期天 上一个星期我讲了八个字 就是《波罗密多心经》八个字 但是其实佛经如果你真的深入是非常深奥的 我花了四十多年了 现在还是学 《波罗密多心经》上一次我们讲 《波罗密多心经》是什么 不是般若 它是梵文 梵文它保存它的音 不翻它的意思 翻译是有很多标准的 翻译不翻译 翻译不翻译 译因区翻 有很多方法的 波罗密就是无上的意思 Rajna 意思就是理解 它是无上的理解 佛经是无上的理解 《波罗密多心经》是什么呢 是梵文《波罗密多心经》 《波罗密多心经》 《波罗密多心经》 就是到 到彼岸去 《波罗》就是彼岸 《波罗密多心经》就是到了 从这个岸到那个岸 就是你要有一个目标 你到了这个岸里面 这个觉悟的岸 从这个迷的岸到 我们众生都是在迷 我们迷了也不知道 我们天天的迷都不知道的 我们没有觉悟 佛已经是觉悟的人 众生是迷的人 心是什么呢 心有很多 看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 有肉团心 肉团心就是 our heart 这个是肉 我们《心经》里面不是讲这个心 还有元御心 还有思量心 还有鸡肠心 平时我们用的旺心 就是我们的元御心 思量心 还有我们的鸡肠心 还有我们的鸡肠心 这个我们都要研究研究的 在八诗里面 唯诗里面讲得很清楚 八个心皇 颜耳鼻舌身 目罗斯 阿赖耶斯 有八个心皇 整套佛法就是教我们怎么去修心 信佛不是拿香 拿果 你拜拜求佛 教我受命 求佛解决我的问题 我家里面有鬼 我念经就可以把这个鬼赶走了 这一套是鬼神的这一套 佛经讲的不是那么低等 低等的那么简单的 是我们超越生死这一套 怎么可以从谜的到觉悟 觉悟是什么好处呢 你必须要找出来 觉悟的好处就是你 简单来讲 超越了生死烦恼 没有烦恼了 没有生死 没有生老病死 没有了 现在我们就在生老病死的 生死苦海里面打滚 我上期讲过了 心 心是很重要的 佛修行就是修心 经是什么呢 经是有贯穿的意思 贯舍恒的意思 今天我再讲多一点关于般若的 上一期就是这样 这样讲 般若有波罗密多心经 我就是这样简单的讲过 为什么般若非常重要呢 佛说佛法 它有一个次第 我们讲是五时塑教 分开五个periods 五段时间 每一个period 每一个段时间讲的法都有所不同 五时是哪五时呢 是华言时 欧函时 方等时 波仁时 法花裂盆时 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怎么可以学着五时塑教 我们怎么把我们放在我们的牢子里面呢 很容易 你记一句记纸就行了 华言最初三期 就是西藏牟尼佛成道以后 三期是二十一 二十一天里面他讲的是华言经 华言经是最初成佛以后 二十一天讲的是华言经 但是华言经太深了 很多人不明 连欧罗汉都不明 那么后来他就转了 欧函十二方等把 欧函他是转讲的欧函经 欧函经是上座部的小乘的佛经 比较容易懂的 但是比较容易懂不是代表它太简单了 我们不应该学欧函 因为它太简单很容易懂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的容易接受 好像上座部的 以我们这个智慧比较容易接受 方等八年 欧函经讲了十二年 二十二年波尔坛 讲波尔的经典就是讲了二十二年 期间最长的了 华华经 涅槃经共八载就是八年 最后的八年就是讲涅槃华华经 所以佛讲法是有持地的 那么为什么我提出来 因为二十二年都是讲波尔 四十九年里面 大半都是讲波尔 二十二年波尔坛 波尔是大乘佛法的纲要 非常重要的 第三 学佛的人 如果是你不懂波尔意义 你不可能了解佛法 如果是你什么波尔 是什么意思 你不懂 你不可能了解佛法 你必须要懂得波尔 我们常常每天 如果是你开始信佛的时候 很多人说 你先学《心经》好 《心经》两百六十个字 加经题是八个字 是两百六十八个字 二十六十八个字 非常简单 它就是讲波尔的 它虽然是两百六十八个字 里面就是《金刚经》的纲要 《金刚经》是六百转 《大波尔经》的纲要 《心经》就是《金刚经》的纲要 如果是你好好的把《心经》研究研究 你对波尔一定有初步的认识 已经很好了 但是有多少人他天天送《心经》 有多少人他真的要研究他的意理呢 很少 诵经的人有 他要研究他的意理的不多 第四 每一个宗派都以波尔为意理的脉勒 脉勒是什么意思 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有血脉 有经乐 没有血脉没有经乐 这个人就不存在了 所以波尔就是整套佛法的脉勒 如果是你真的好好的把波尔的研究得清清楚楚 那你对佛里就对你也有很大的帮助 每一宗派都要懂波尔的 尤其是禅宗 禅宗 天台中 华言宗都要懂波尔 很多人讲 我们怎么知道佛法是正的还是 如果是我们看经 我看这一部经 我怎么知道它是正的还是邪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通常我们讲很简单的讲 如果是这一部经它跟三法印相应的 大概它是真的 大概是佛所讲的 三法印是什么呢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直灭裂盆 这个是三法印 这个三法印很重要 如果是人家真理讲佛经 它没有三法印的Tray Mark 三法印就好像是Tray Mark of Buddhism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直灭裂盆 你把它记下来 什么是诸行无常 波尔跟这个三法印是非常相应的 波尔的空意就是诸行无常 波尔是破我执法执的 就是诸法无我 波尔是讲诸法空向的 就是极极裂盆 所以你研究波尔就是三法印 对三法印你必须要很明 那么我再多讲一点三法印 什么是诸行无常 从实践的角度来分析 诸行无常是从实践的角度来分析 世间法 万物千流变化 刹罗生灭 所以都是无常的 众生他知道是无常 但是他执着的有常 所以佛常常以无常来破众生的常指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家要生老病死的 人要死的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执着的有 你不觉得你执着的有 你要有钱 你要有名誉 你要有地会 你要名 要利 要财 要赦 这个是执着的有 其实一切都是没有的 一切很快就过去了 就是变动 千流变动之中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是从space 从空间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人生 诸法是藏因拓缘而生出生灭相 没有永恒的独立的极性的体性 只有差落变化的无孕的身心 但是我们不了解 我们一切法立了一个我见 所以佛以无我来破众生的我常 诸法无我 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常作一世说 所以都是生灭 未曾有一法 不从人缘生 事故一切法 无不是空者 因为它是藏因拓缘而生的 所以是空的 没有自性的 但是这个三法因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还有很详细的跟你研究的 这里不过是很简单的介绍给你 等你知道 佛法是很深奥的 不是那么简单 你继续追寻这个意理 解灭涅槃呢 以佛法去修行 戒定会 善无楼学 慢慢就可以降服你的烦恼 令你的活跃不升起 可以正如诸法空相 超越生死 即涅槃 大家知道 涅槃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讲 涅槃是一个 范文 是印度文 是Nirvana Nirvana 就是涅槃 Nir 是什么呢 Nir 是没有了 Noth know no more Vana 是什么呢 Motion No more movement No more motion So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movement and motion That's your mental afflictions 人的心里面一动就没有Nirvana了 他这个心不动 涅槃就是心里面清净到不动 我们这个心清净到不动吗 可以清净不动吗 不动心吗 所以你三法因 如果是你彻底的了解三法因 那已经非常好了 你就不会再迷信了 必须要从意理去研究佛法 我们常常这样讲 我们必须要有智慧 Pratna 是智慧 用智慧去研究佛法 我们自由智慧 我们从文所修慧 诗所修慧 修所常慧 这样去研究佛法 文所常慧 文思修法 我们从文思修入三魔地 所以智慧是从文 文所常慧 文是什么呢 你听闻了佛法 就得到了智慧了 你了解了佛法 就了解而生起一个坚固的信心 佛法如大海 为信才能入 所以你必须要文所常慧 你必须要听才可以知道 文的也包括了你读经 看经 你必须要听经 读经 看经 这个是文所常慧 文所常慧属于信节 你相信 你了解 就文所常慧 但是你听闻了也不够 文所常慧以后还要加思所常慧 你听闻了佛法 生起了信心 所以学习佛法 修持 体验真理 你将真理应用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以文所常慧 你作为你善恶的标准 再去改正你的思想 改正你的行为 这个是基形合一 解形相应 所以你从文所常慧到了思所常慧 那么最后修所常慧 因为你文所常慧是信节 思所常慧是行词 从修 修所常慧 将心里面带动了进去清净的禅定 那个时候戒定会合一 那个时候你的修行就到了 慢慢的到圆满 圆满的就是从离的此案到学乌的彼案 这个是三法印 刚才我讲般若 诸行无常 就是般若的空义 诸法无我 就是破我执法执 极尽涅槃 就是讲诸法空向 诸法空向比较难懂 它是言语道断 心形出灭的境界 就是言语不可以讲出来的 我们讲般若 我说我喜欢般若 我喜欢研究般若 我有分析般若 我要了解般若 般若是什么 哪里可以找到般若 你必须要知道般若的文献 The literature of Prajna 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 其中二十二年讲般若 时间最长的 有十二类般若 每一类可以足够你一生去研究 第一类的般若是什么 小品系的般若 第二类是大品系的般若 小品系的般若有什么 包括了什么 道行般若经 小品般若经 八千诵般若经 八千诵般若经 我们没有汉文的 只有梵文才有 所以如果是你研究梵文的人 你就可以看到八千诵般若经 你普通的不研究梵文 你看不见 你不懂 不懂 因为它还没有翻出来 很多佛经还没有翻出来 但是我们中国人 汉人已经翻了很多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比中国翻的佛经那么多 八千六百多圈 去研究 印度研究带回来的经典的人 高僧也有 从印度来的也有 他们都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来的 所以我们看每一部经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很多高僧大德 他们冒了生命的危险 还牺牲了在冲林 在沙漠里面都死掉了 很多是牺牲了生命 换来了那么多佛经 今天我们珍惜这些佛经吗 不一定 看都不去看 很可惜 小品西般若 你这个可以在Google找得到 但是你要找注解才可以 你没有注解 你看不懂 但是你不要先从心经 你去研究心经 心经的注解很多 研究了心经以后再去读《金刚经》 如果是你把《金刚经》搞通了 你对般若也不错了 我知道很多讲经的法师 他们讲经好的 他们有一个心得 我常常跟他们谈话 他们就说 诸是从看通了《金刚经》而来的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听 《妙经法师》讲《金刚经》 那个时候在多伦多 那个时候《妙经法师》 只有四十来五十岁 那么他就告诉我 他是从看《金刚经》里面 得到了很多好处 所以如果你不要信那么多了 你不要看小品般若 道行般若 那么八千颂般若更不可以看 这是梵文吗 你就先《心经》跟《金刚经》里面 去追寻他的意理 好好地了解他的意理 看看他的诸解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看《百千颂般若经》 也可以 所以他有英语的翻译 Edward Kahn's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Eight Thousand Lines Translated by Edward Kahn's 你也可以看 英语的也可以看 如果你懂英语很方便 因为有很多《波瑞的经典》 已经从梵文里面翻译到英语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看一看英语 最好是Edward Kahn's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Eight Thousand Lines 你要比较一下 你看这个也看那个 我们讲经的人不可以是没有根据讲的 我们必须要告诉你《波瑞经典》的文献 等你知道我们不是没有根据的 不是讲经 不是传没有根据 就是不可以乱讲的 《大品》系列的 《大品》有《光占般若经》 《放光般若经》《大品般若经》 《大品般若经》就是《波瑞波罗密多经》 它有梵文的梵本 《大品般若经》就是《周摩罗西法师翻的》 也是两万五千诵《波瑞经》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25,000 lines Translated by Edward Kahn's 四 《金刚波瑞经》就是《金刚经》了 《圣天王问波瑞经》 六 《波瑞心经》 七 《文书问波瑞经》 《离去波瑞经》 《离去波瑞经》里面有很多密教的 这是唐朝的《不空翻译的》 Mukkavadra 《不空法师翻译的》 九 《大波瑞经》六百卷《大波瑞经》 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 最后翻的是六百卷《波瑞经》 翻了很多年 里面也有《金刚波瑞波罗密多经》 十 《仁皇波瑞经》 十一《如首菩萨经》 十二《大乘里翠六波瑞密多经》 这个都是十二类的《波瑞经》 这个是类而已 里面还有其他的分门别类的很多很多 现在我介绍给你 不是让你听到慢 就是让你知道佛经是非常深的 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是我们出家人就是这里领导你 拜拜佛 纳摩 什么摄文 这个不是和尚传部的精神放在这里的 我们应该是有经文里面告诉你 不是带你拜个餐 唱个颂 我也不是歌唱家 唱出来 每天带你唱有什么意思 你必须要读经典 研究它的理 它的道理 你这样才有信心 好了 那么波瑞的性质是什么呢 波瑞 我们讲有文字波瑞 观照波瑞 实相波瑞 文字波瑞是什么呢 一切能表达波瑞的言语都是由文字波瑞 甚至我们看这个就是文字波瑞 从文字里面告诉你佛讲出来的智慧 你必须要从文字讲 这个就是文字波瑞 所有的经典有字的都是文字的波瑞 从听教 文教 这只读经典所开发的智慧 这个就是文所成为 从文成的智慧 这个文所成为是从波瑞文字 我们是从文字里面了解佛法的 离开文字怎么了解佛法 离开文字根本不可以谈话 我们现在我讲的也是文字波瑞 但是我讲的文字波瑞不够的 我是告诉你而已 好像是你要到我告诉你到阿特瓦去 我讲给你听阿特瓦是怎么坐飞机 到哪里飞机场你下来了 你要乘什么车都什么地方 这个都是文字波瑞 你听了我的文字波瑞 就已经到了阿特瓦去了吗 你没有啊 你只是听到我告诉你怎么去 你还没有去 我告诉你从此岸 迷的此岸到觉悟的彼岸 你必须要坐船 你可以度过这个生死的苦海 你船里面你不要认错你的船 你不要走上那个宅船你就死了 你说要迷下去了 你必须要走上那个六度波瑞密的船 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船 但是你怎么找到那个船 六度波瑞密 你怎么知道哪里是码头 哪里是彼岸 你必须要从我的文字你去知道 这个就是文字波瑞 文字本身是一个工具 不是一个目的 你不要说 我懂得金刚金刚金的文字 我就开悟了 你是文字波瑞而已 你必须要从文字波瑞 带领你到观照波瑞 这个就是什么呢 思索成慰 你有没有思索成慰 从思维里面 你要思维才可以 你不用劳 那怎么可以 人家讲什么话 你就信什么 不可以 你必须要融会贯通他 那个就是贯照波瑞 我告诉你 这个不但是佛法 是世间法也是这样的 人家讲什么 你信什么 你不经过思维 人家说某某是很差的 你不要跟他当朋友 你就相信他 你什么都不要相信 你必须要经过你自己的experience 从文字波瑞到观照波瑞 从文字言语了解 依你之后依照教义去实践修行 你懂了文字以后 你必须要思量 你单是读经、听经是不够的 还要将依你加以思为观照 依他实践才可以体会诸法实相 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静坐的 你要打坐、你要修心 你有定的时候 慢慢的智慧就有了 不单是要静坐 你必须要从戒定会 为什么我说我有文字波瑞 我看懂了 我是波瑞的专家 现在我是某某大学的佛经的教授 我的文字波瑞都很懂 那我可以成佛了 是不是 不是 他贪、称、痴、杀、道、淫妄都有 他这个文字波瑞 不过是文字而已 他还有贪、称、痴、杀、道、淫妄 他行回不行 你要文字 你跟你的行为要配合 畸形和异才行 所以你离不开佛法的三科 所有一切讲完 你离不开三科 戒定会 你有没有戒律 这个意思就是 你的行为好不好 你天天研究佛法 你天天研究智慧 但是你天天是做不好的事情 你这个邪的智慧 你天天静坐 禅定 但是你贪神之杀到淫妄 你都有了 你这个协定 协定协会 所以你必须要从讲的一套 大一套 都是从戒定会里面体会 戒定会它的基础 般若是卖乐 人的身体里面有学脉 有经乐 这是般若 但是有它的基础 你的基础就是在接定会 所以要观照般若 观照般若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从文字起 起观照 起思量 你要思量它什么意思 你要静坐 你要观想 所以我们说十念处 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每一个你都要这样观的 这是观照般若 十相般若 十相般若也太深了 我就是讲几句话 把它归纳起来而已 十相无相 无不相 义无相 又无不相 非无相 非无不相 你总当义理吗 十相就是空相 是离弃相的 就是不执着一切相 你不执着一切相 你就是离相 就是无相 无不相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可以说我什么都不理 我没有相 我不执着了一切 所以我一切都不做 不是 也不可以舍弃了相 那个意思就是 你要受一切善法 无相无不相 你虽然是离相而不着空 但是你居住而不着有 非无相 非不相 就超越了空有 每一次讲半个小时 让大家了解了解 因为在这里很多朋友 他说我不懂的广东话 但是现在香港人 对普通话都已经听得懂 所以对我来讲也好 我也顺念自己的普通话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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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